祝各位身體健康,多謝醫護人員的付出 我相信峰會路轉,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絕望 今天就跟大家預測一下德甲國家打比的陣容和沙盤推演 至於收到確實的陣容之後的預測 就會等到今晚深夜12時或者明天凌晨0時 專屬直播當中跟大家詳細講 大家可以加入做專屬的會員參與今晚的專屬直播 至於這場大戰的蔡侯平和微觀昇華同步 就28號才出 做完專屬直播之後 27號就不會出片,很請大家體諒 首先多蒙特的正選陣容相信很容易猜 因為他們最近都很穩定地用3-4-3 而且3-4-3適合打大戰 適合壓迫打來回高速球 拜仁並沒有收縮的風格 怎麼都應該會控球在腳 所以多蒙特用3-4-3壓迫 高位和中位一共有7個人壓迫 多蒙特就收縮防守區 多蒙特打大戰一收縮通常都會失敗 因為對方是強隊 強隊的明米明米 斬高波、頭錘、頂入、屈肌 是有差不多的 而多蒙特這方面就是防守上的缺點 無論是多蒙特兩個中堅 還是三個中堅的體系都好 他們都會有個計時炸彈 阿簡治在說送大禮 或者看漏對手 所以他們受不住強隊的空中軍炸 尤其是侯武斯對著和夫斯堡的時候受了傷 有可能對不到拜仁 拜仁還有空中的屈肌強者 利魂道夫斯基 所以如果多蒙特收縮 主動收縮的話 拜仁無尼克 就會很大機會勝出 不過我都相信多蒙特不會那麼傻 尤其是這次是主場 照計主場就不用那麼退縮 而且多蒙特之前有兩場的調動 那個幅度都是輕微地多過拜仁 多蒙特的狀態這樣看 輕微地都好過拜仁少少 給了一個基礎就是多蒙特去施展一個壓迫 可惜這次是閉門作賽 減輕了拜仁的心理壓力 最近有個統計就發現閉門作賽的德甲 作客球隊的成績有所進步 相信就因為沒有了主場球迷的壓力去影響客隊的發揮 加上就沒有了主場球迷的納喊助威 那麼主場的多蒙特又能不能夠作出一個重金屬的壓迫呢? 如果多蒙特不夠那個決心 和鬥志去做重金屬的壓迫的話 這樣呢 是有機會放生了拜仁 那拜仁如果可以控球 那麼多蒙特變成被迫收縮的話 那麼多蒙特輸球的機會就大增 被人屈肌高波 那決心啊 鬥志這一部分就很難預測的 不過這一場呢 怎麼都算是關乎終極冠軍的一戰 那不如我先假設多蒙特有足夠的壓迫力量 去做全場壓迫去破壞拜仁的控球 那麼來到這裡的話 就是把問題交給了拜仁 莫尼克 拜仁的挑戰一共有四個這麼多 一個呢 就是叫做短傳連結的穩定性 第二個呢是速度 第三個呢是對抗性 第四個呢是攻守平衡的這一部分 那首先講就是短傳連結的穩定性 有個好消息的呢 那就是這個艾簡達華受傷就不能夠出的了 沒有了他的話呢 拜仁的中場連結會少了很多失誤的 哥尼茲卡和甘美自打中場中的運作是良好的 那如果連結是良好的話呢 而且遇上多蒙特的壓迫不是說很強的話呢 那4231的拜仁呢 控回個球 拆過多蒙特的全場壓迫 逼多蒙特收縮的話呢 那都可以屈肌一下的 那不過呢 有個壞的消息 就是基拿比有點傷了 那上一堂的訓練當中呢 基拿比只是練了半個小時 進了跟衣室路 那沒有基拿比的話呢 拜仁的速度就會下降 那需要知道呢 佩利錫的速度就不夠基拿比那麼快 也都不夠對面的哈瑟特那麼快 利雲道夫斯基也都沒有哈蘭特那麼快 湯馬士梅拿造超級連結人的速度也都是低過對面的白蘭迪 帕華也都是慢過對面的古里路 那只是高文和戴維斯就和對面的阿蘇拉夫以及新組不相伯仲 那所以呢 多蒙特如果是能夠逼到拜仁和他們鬥快打來回高足球 那拜仁其實的速度會輸 那這個多蒙特就會助和望贏的 那加上拜仁的對抗性似乎是有些問題的 那根據圖片報的報導 拜仁莫尼克就為了去準備對多蒙特就做了一個快速傳送的練習 那估計就是希望練習多些去猜過多蒙特的全場壓迫 那另外呢 拜仁是做了11個打11個的閉門比賽練習鬥一下球 那但是呢 這一次的鬥球練習鬥了上半場之後呢 教練的費力克就立即叫停了 再就立刻召集球員來召費 什麼事呢 原來呢 教練是直斥霸人球員的對抗性不夠 去到第二天呢 教練費力克就批評霸人球員 安於四分的領先地位 那所以呢 就施展不了那個鬥志和決心出來的 那結果呢 就導致對抗性不夠 那當然呢 有可能呢 就是故意吹風出來的 就是說自己的霸人球員對抗性不夠 令到多蒙特可以掉以輕心地說 那但是呢 我們也是能夠看到一樣東西的 就是霸人球員 又的確啦 對抗性就沒有多蒙特那麼強的 到尼蘇受傷呢 少了這個box to box 是有影響啦 馬天尼斯年紀大了 那如果要他運轉呢 他很難打來回高速球的 尤其是打大戰 那這個呢 古辛斯呢 欠缺經驗呢 更加不可能被他打國家打比 那所以呢 好可能的中場都是只有哥利茲卡和甘美智可以選 那就是423日 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這樣呢 就即是打來回高速球第四個挑戰 就是攻守不夠平衡 所以呢 拜仁呢 必須要 就是希望多蒙特的壓迫真的要不夠強 等拜仁可以控球在腳去屈肌明白明白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呢 拜仁除了屈肌之外 湯馬士梅娜都可以做主角破幕集的 那最近湯馬士梅娜狀態大勇 做主角進步神速 那經驗呢 就肯定是霸人的主角來的了 那所以也都令到古天奴的樓低就沒有意義了 那古天奴的租借合同呢 就很可能會提早結束回巴塞 歐洲租氣那邊呢 可能會被古天奴重新註進去巴塞的大名單 去踢今季寶賽的西甲賽事 即是重開的西甲賽事 那不過呢 那可能你會問 那講來講去 那都是要看多蒙特的壓迫力度 壓迫力度呢 是怎樣呢 壓迫力度強呢 就多蒙特贏 壓迫力度弱呢 就霸人贏 這樣說而已 那霸人好像有點被動 要看對方的壓迫力度 那可不可以即使多蒙特的壓迫力度很強 霸人都可以主動點有個辦法去應對的呢 其實有的 這個就是奇招來的部分 奇招的部分就是 不打內回高速球 也都不控球在腳 不打內回高速球 也不控球在腳 即是什麼呢 即是一開球收縮防守區域 那霸人就沒有這方面的風格 所以這個就是奇招來的了 一開球就收縮防守區域 就將這個多蒙特的3-4-3送入主攻陷阱 放大多蒙特上場對和夫斯堡的三中堅無法主攻問題 那由於霸人在聯賽有4分的領先優勢 所以今場的賽事收縮打個和不是壞事來的 那你收縮對於這個運轉力要求就沒有來回高速球那麼高 所以霸人球形的對抗性就變成掩蓋了一個問題 那也可以用馬天尼斯打防守區域 因為要求沒那麼高 再加上哥利茲卡金美治三個中堅中 就可以收縮了 那可能你會問 多蒙特3-4-3偶然可以變形4-2-3-1 有些破脈集能力 那霸人收縮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那答案就是多蒙特都需要偶然才可以變形 所以破脈集的次數就不太多 那霸人就只需要打多些反擊出去是可以抵消的 所以這個奇招都是要包含連湯馬士梅娜都可以休息 如果這樣的話 湯馬士梅娜後備會比正選好 待會我會解釋為什麼 雖然利魂道夫斯基就不可能不出 因為你怎樣都要準備就屈肌明白明白 但是呢可以改變進攻的組合 那你不出這個湯馬士梅娜 變成你就可以出個快點的進攻點 方法呢就是 盧卡斯-香蘭迪斯打中堅 艾拿巴打左閘 推這個戴維斯去做進攻點 那就可以解決了基拿比不能夠打正選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不用佩利錫 沒有那麼快的這個球員 那你戴維斯高盟呢 這樣兩邊是再快點的 那甚至乎馬天尼斯打中堅 就搭著謝魯美保定 那這裡就盧卡斯-香蘭迪斯打這個左閘 那這樣就free了這個艾拿巴打防中的 也都可以 那所以拜仁其實有本錢出奇照的 那些球員可以動一下位置 那至於教練怎樣做呢 我們就要看今晚或者叫做 就是凌晨的專屬直播再來預測 那這邊大家記得要多點按廣告 按廣告彈喀一些廣告一 panels 全撕試資料下來播放鬆声廣告范 這樣就會才能幫助小兄弟出手 多謝啦 那記得要訂閱咧 按鐘仔放便接收新片通知 用這個就是$25的海外個頻道專屬會員 30分PATREON還沒 pausa 這樣也可以付出專屬直播 這ró便下面詳情講師叫大家去加入 做Whatsapp group免費球迷會的群組 另外就是不要裝擋廣告程式 還有要播出有聲廣告片 我們明天再見 明天不出片 後天再見